鸿海在今天在总部的一楼规划了股东会特展 展出GP200 AI伺服器 还有低轨卫星实体模型电动车等等产品 吸引了大批股东驻足参观 而社会与AI伺服器业务大幅成长 也带动鸿海今年的股价大涨了64% 也让小股东喊出 鸿海股价未达到500时 董事长刘洋伟不要退休 鸿海展现研发实力 股东会还另辟新产品展示区 秀出董事长刘洋伟 引以为傲的低轨卫星 除了展出新产品 今年扩大举办的第五届鸿海科技日 将展现三大平台生成式AI 还会推出新的电动车款 更将科技日提前到10月8号举行 10月9号开放民众体验 都会回归价值 股票涨涨叠叠算正常 跟刘洋说就是我们鸿海教教教教 明年的AI伺服器破200 由于鸿海今年股价大涨64% 不少股东因此乐开怀 还要刘洋伟把目标定在500元才能退休 对此刘洋伟表示 自己经营原则上有8个字 合法合规说到做到 如果有做不到的风险就不去做 但会把股东期望放行中 记者杨恒林嘉宏新辈采访报导 请不含点赞唷